今天我们要来看看 引发社会哗然的一项判决结果 男子杀害台铁远警竟然获判无罪 整件案件我们要首先带您回复到去年 有一名铁路警察李承翰 在自强号上处理补票纠纷时 遭到了正姓男子持刀杀害 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经过法官的一审审理 宣判正姓男子居然是获判无罪 而且还要求他必须要进入医疗院所 强制就医5年 而且最后以50万元交保 那最后这名男子的家人 筹不出这笔交保金 那他最后是被还押看守所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 一系列的报道都纷纷做出评论 但是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 先来看看法院的立场 一审法官认为正姓男子 其实是在2010年就被诊断出 他罹患了思觉失调症 犯案时他还处于急性发病状态 因此他认为他是生病的情形 出现了妄想 以及幻听才会犯案 但是呢 却让殉职原警李承安的父亲难以接受 直说啊 这个判决结果真的是难以接受 差了10万8千里 太离谱了 而且解方也认为说 男子在杀警当下 其实罗急性非常好啊 并不是一个病人 内政部长徐国勇 还有警政署长陈嘉青 也判法一致 认为说他们难接受判决 而且呢 要依法来上诉 法务部长蔡清祥更说了 杀警的人 天理不容 诸多评论也都导向 是不是在台湾杀人 都可以逃过死刑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持续看看 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件 也有诸多的一些评论 首先来看到是在2016年 内湖女童小灯泡命案 嫌犯王景玉 其实当时啊 也是被认定说 他出现了幻想 幻听幻想 而且是以两公约刑法第19条 确定是判处 无期徒刑定验 确定逃死 2018年5月 有一名赖姓男子 持刀闯进台中一间牙医诊所 调言他要找妹妹 结果杀害了两名 护理人员重伤 接着又砍杀了 王姓牙医师致死 台中高分院 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话 在28号的时候 才没几天前 就也做出了二审的宣判 认为证明 嫌犯行凶前的精神疾病严重 辨识能力低 因此二审是维持了原判 无期徒刑 法官依询 法院依据不外乎 就是这几条规定 上是刑法的第19条 第一项 行为是因为精神障碍 还有其他心智缺陷 不能够辨识行为违法 或者是欠缺在一些行为判断上的辨识能力 因此是判决他们无罪不罚 两宫冤的部分 则是因为不得针对精神障碍者 有一些处以死刑 而且也不得对身障者判处酷刑 那这次殉职的台铁园警李承翰 嫌犯正姓男子获判无罪 法官认为他是个病人 在案发前 正姓男子也怀疑 他有朋友